人还会装备出来 板桥区公所内再次聚集人潮 不是纾困之乱再起 而是区公所联合池惠宫 接云寺 新海瓦斯公司等宗教团体 公司行号 发起万众送爱新活动 要把端午节的美味 送给弱势家户 独居长者以及街友 一起品尝节庆美食粽子 板桥区公所扮演一个平台的角色 其实幕后有很多默默在协助的 企业跟宗教团体 像新海瓦斯 慈惠宫跟街云寺 那在每年的这个端午家节的前夕 都会有这个爱新众来协助 来这个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低收入户 原本连续八年 板桥区公所发起 邻里志工包种的活动 同心协力包出上万颗的粽子 再由里长和志工协助 送到弱势族群手中 但今年受到新冠病毒防疫的关系 为避免群聚 提高感染风险 换个方式仍可万众送爱新 包括像我们的同仁 还有我们的志工 大概也有将近十五六个伙伴 来协助包括前置作业 这个查找资料 还有印这个通知书跟计发等等 这个都必须在 大家在忙纾困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进行这样的作业 这个也不能去做一个护士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个领到这个爱新众的这些 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也能够欢度一个端午佳节 公司合力 整合资源 让社会多一份正向力量 照顾弱势族群 也让平日为生活酬烦的他们 能够过上一个温暖的端午节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